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今次是第二次在這一個地方 新地方 講我們的電影有毒 沒錯 這次是幾集? 330電影有毒第330集 330 我們要做些特別的東西 333不關我們 333 333是A組 A組 張偉雄和小峰那組 你們應該是A組 你們比他們組合 這樣嗎? 不要計算 A是B 今次一個專題 你們好像兩個星期前 已經說了 我們一定要講這部 有 不理解 貓貓 是否你有打過? 我沒有打過 你喜歡人物 因為有 真田說之 和千野忠信 然後 另外一部 你說很想看那部 也有他 只有Donny Depp 那一部 有了 好 真人快打 貓貓損 其實一說 大家都和應 為什麼和應呢? 以前有沒有人打過? 印象中 類似 例如 Strip Fighter 那些 是 打過 類似 我也一直搞錯了 是 是 因為 初初 之前 這部 打機的時候 它有很多個名字 這樣 混亂了 你的名字 是否之前也有做 有幾個 很多時候 人們會以為 這部叫快打旋風 其實快打旋風 其實快打旋風 我都以為是 其實原來就是 等於街霸 街頭霸 街頭霸王 是否認證 街頭霸王 是叫快打旋風 對 外面又會這樣叫 這部叫 真人快打 因為它強調 就是 一來比較 血腥暴力 是 真人品種 對 有看樣子的 但都很少 因為它後期 發展了很多代 越來越多 但是面罩的人 是 有很多蒙面的人 出現了 所以都好像 不是很真人 是 他曾經都做過 1995年 拍過做電影 叫做 《格鬥之王》 有兩集 香港的 兩集都看過 你又看過 不是 我看第二集 我看第一集 第二集 好看一點 但我覺得第一集 好像是 原創一點 因為那時候開始 是 還有第一集 都是大部分 其實現在這一部 是跟第二集 是 開始來的 不是說接著 它當作 reboot 故事 還有它說 都是說那個 雷霆寶 是嗎 雷霆宮殿 是多的 第一集 都是 即是 《格鬥之王》 是的 印象都記得 記得 但我的故事就是很簡單的 最記得就是那個演員 是嗎 我已經說了一個名字給你聽 車佬 索文波 大聲一點 索文波 都不夠大聲 索文波 索文波 其實很簡單 我跟他講 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被迫他看 是的 你說這個真人發達 新還是舊那一部 舊那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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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公司做過 Soundtrack 那我不是有票 被迫著去看 沒有啊 那要去捧場去看 沒有辦法 那個是 我現在還要去看視頻 那他 所以你沒有看第一集 反而來看第二集 那別人說招待 那一定要去 給面子 那你現在真人發達 這個就看了 那這次的音樂是怎麼樣 好嗎 當然 就是 那些人 真的不太好 我覺得OK 好 那待會我們再研究音樂 音樂的音樂 音樂在哪裡 不過《格鬥之王》之前 我印象都覺得很好聽 一、二集都是 不,1995 那個版本是接近那一年代的重元音樂 差幾年 因為他的遊戲其實是1992年 那他其實1995年已經出電影了 已經看了 那就說了出來 這個真人快打 就是 當時都相當難的 是啊 我都打過的 不過我都一打過 都知道是 快打算不算 通常都是輸的 對 對 對 都是打架 兩邊打架 對 所以這次這個新版 我覺得他 他 不知為何 很著重 這個故事 我想 這個故事 公司華立 他們都覺得 這一部 今次再翻 第二次發展的時候 是一個叫做 發掘一些新世代出來 還有新人物 是啊 所以真人快打 變成了 都是計那個 金剛大戰哥斯拉 哥斯拉 哥斯拉 MX金剛 是 這一部 都應該 有些份量 有些人會吸引 都是華立公司的 那些 好啦 老老實實 是否全部看過 以前95年的各派本 你沒有 你未出生 我沒有看 他未出生 沒有印象 沒有什麼印象 沒有什麼印象 阿標 也有看 沒有看 阿Will 也有看 他也有印象 那我們不如 頭淡湯 就不是說未做的 哈哈 那你們說回 這個 我們趁這個真人快打 我們做這個專題之前 說回他 上一次那個版本 格鬥之王 交給你們兩個 是 是 我記得那時候看 最有趣 剛剛那時候 他裏面有個角色 是雷神 是 已經覺得很有趣 明明是 打功夫 為何又有神話 人物出來 但我最留意到 那個演員 因為阿Cher 看第二集 你沒有那麼留意到 那個雷神的角色 是 因為他已經換了角色 我當然不知道 是 因為第一集 為何說厲害 因為那個 你有沒有看挑戰者 有個細片 叫Highlander 是 有 那個男主角 就是做第一集 雷神 是啊 所以那時候 可能會不會很棒 但我才跟他 不太打 是 多數是 好像 做一個 好像師傅的角色 就是他 那你就知道這個 跟現在 《千夜中信》 一樣的角色 人不用動手 草蠻仔 不動手 但那時候 感覺很特別 因為他用西人 長頭髮 長頭髮 又是戴草帽 穿的像唐裝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 护擇自然想起 為什麼有一套 再早一點的 妖魔大鬧小神舟 那感覺就好 那是 那是八幾年了 John Carpenter 一定要看的那一段真的很棒 但如果你說《格鬥之王》 我留意了幾樣東西 那時候又很標榜 港式功夫那種感覺 所以仇雲波這個很重要 因為文雪說有幾場戲 導演都覺得很難搞 仇雲波說不如這樣拍 就拍得好看一點 你記不記得 我不知道是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它真的有個波轉 應該是第二 那段是很好看的 這個導演如果大家留意 剛才我們有講《魔物獵人》 其實《格鬥之王》的導演 起家就是拍這些片之後 還拍了很多這類的遊戲的電影 就是《心法危機》的導演 是 《心法危機》的導演 Paul Henderson 那時候他就開始拍一些 但那時候他還未掌握得很好 導致拍出來其實有些鏡頭不是很漂亮 但後期可能第二集他會打得好看一點 那些會是 他現在都做得很熱的 Paul Henderson 這個世界有兩個Paul Henderson 是 一個是專門打那些很厲害的 MASTER的那個Paul Henderson 這個如果我沒有記錯它是英國的 它之前有一部叫《購物獵人》 是很好看的 也有一部講一些黑客危機 就很受歡迎 去到荷里活之後他拍 他有一部是去德國的拍攝 即是說有一部要去一個Pandellas 是的 那個怎樣知道 原來去了自己不知道 沉到海底那一部 那部是很好看的 是的 挺想不到原來他是拍那一部 即是波瓦片的工甲 跟這些又很不同的感覺 但那部也是很棒的 是的 到現在我覺得他越拍越厲害的 有時角效果那些都很好 但是當時《隔壁之王》不算好修得的 我印象中 你說如果看歌的過不過癮 都還是差一點的 但我猜不到原來這些音樂你都有份搞的 不是我有份搞 不是有份搞 就是公司代理出的山車 哦 代理出山車 我沒有去搞 我可能第一集都未開始在香港有代理 所以你就未有去 不是 我不是在香港 去台灣 哦 即是亞洲區 你只是看了一集 我還記得在西門町附近的視頻電影院 那你的意見是怎樣的呢 印象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的 因為那天就要9點去看電影 對於我們這班之前那晚都搞到3、4點 就去九中第一天是非常痛苦的事 是 所以看到一半其實都有一半術 半夢半聲地看完 但是很明顯就是它的刺激度是刺激不到我 我繼續留意的人網 是 可以繼續睡著睡著 但是 現在我記得的就是它的 在那時候不覺得新鮮感 它的打鬥好像在看港產片的打鬥 甚至乎我覺得應該像什麼 像紅金坡去美國拍電視劇那些 那種的打鬥方法 那時候可能是剛剛引入香港的武打 所以它很多都是初型 你說我沒有看的 故事都是那些 你可以預計到 我想可能問一次 第三節的時候說 譬如這些叫電子遊戲機拍到電影 是否會變成電影是幫電子遊戲機升級了呢 我我不是的 可以深入去講一講的 但是我一講起《格特之王》 我突然都是想起 因為這個遊戲它最喜歡功夫加忍者 已經很受歡迎 這次這個版本 它是兩個忍者界的巨星 我不知道貓貓 它說你一進去看 那兩個你很喜歡看的 究竟是《真田講之》 還是《錢的忠信》 貓貓你發表一下 你是想看《真田講之》 還是想看《錢的忠信》 兩個都想看 結果你收貨是誰呢 還是兩個都收呢 結果說真的 沒得說的 因為始終《真田講之》 她的氣憤比較多 是 那她是型的 她是型的 而且她 我很喜歡她那條線的故事 就是說她 找她做開頭 對 喜歡她的線就是說 她流血脈 原來 我可以追溯到我的祖先 可能不是香港人來的 可能是鬼佬 變成鬼佬 是的 日本人變成鬼佬 是的 就是我想到這樣 也很迫進化的 也很迫進化的 那她那一家人 你是不是都 覺得 有 怎麼說呢 因為她現在新的版本 我不知道 達耶 是否都是這樣 有個女兒 Emily 又沒有 好像是模糊 好像是新家 好像是新家 那個男主角 是新家 現在有些人在猜 可能是一些舊角色 只不過說她暫時還沒覺醒 唯一是這麼猜 哦 真的 因為她是真的 我們看回了 知道 原來舊格特之王 不是完全不是這個主角 因為我們剛才說 仇龍波 其實是一個華籍的演員 在這套新版裏 就是劉康那個 即是玩火那個 那她換了一些 也有劉康 同一個人來的 意思是 那時候仇龍波 就做主角 劉康做主角 但這次就不是劉康做主角 這次換了 但因為這個角色 現在文說真的有機會是一個 可能是 原來舊角色裡面 將來就會覺醒 有個說法 但是不知道 證實不到 其實說她是第二代的 Sub Zero的角色 總之現在就不夠後悔的 因為你也看到剛剛開始的 還有我覺她開始的時候 她是拉闊了很多東西的 我反而覺得 那個估計是有下集的 就是應該那個女兒 Emily的 可能一會兒會說到 這個詳細的內容 因為她這次 珍甜廣芝 做這個的時候 我就想回 其實《格鬥之王》 那時候就是贊日本演員 因為珍甜廣芝 那時候已經是很紅 是做忍者 很多很多戲 她都很好 有一個奸角是日本演員的 反而上宗 上宗 上宗是日本演員 其他人是 上次那個 1995年那個 對 那個只有一個人 甚至乎遊戲後來 拿到她的造型來做畫面 即是古惑仔 對 就用了她的樣貌 後來是 是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 她在這次拍的 最特別的 我想都引起很多 以前打在街機的朋友 以及這兩部電影 因為她這次 現在她在陳美時說 一句說 滿不滿意呢 嗯 一半半 所以如果動作來講 動作是五分 五分 都可以看 是可以的 我也覺得是收貨的 就是八分左右 因為其實她動作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 將她 只看動作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看她整個故事 或者流暢度 我覺得都很差 那Vills呢 你也做了很多記憶猶新 就是95 九生 所以一拍到比較 也就是八分左右 雖然有很多人說這部影片應該很爽的 但我自己感覺上 可能覺得打鬥沒有什麼明顯的招式 或者為什麼會贏 其實有時候你不太看得到 總之打完就分了勝負 看不到有些絕技的感覺 關鍵他最主要是一會兒說 問貓貓你不是因為格鬥進去贏 是因為那兩個星神 總體你會給多少分 我給8.5分 因為他多氣俗 因為多氣罰當然是 反而我覺得他的格鬥我滿意 對我來說是足夠的 但是那些血腥上面我都受不了 你也受不了 那我要抹計你受不了 我受不了 阿姐佬呢 阿姐佬你怎麼看 對不起大家 我是6.5分 你不是對不起大家 只是對不起他 對不起他 原因的6.5分 好 我給他8.5分 好 那我們下一節再說 好 下一節再說